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來關心什麼東西這個農業氣象 我是氣象主播熱中委 提醒大家 這禮拜的天氣比較不穩定 才有冷空氣的影響到我們台灣 才是很冷的冷空氣所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我們不管是農民朋友 或是我們貴民的朋友都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禮拜 由禮拜開始冷空氣的影響到我們台灣 最冷是什麼時候呢 是到禮拜五的下半天到拜來的時候 還有一波冷空氣的影響到我們台灣 這波就可能有到達寒流的等級 就是說是很冷的冷空氣 而且影響的時間也是很長 可能由於這禮拜來開始 禮拜拜你可能四天的時間 都是比較冷的天氣 所以要特別注意 當然說這個時間 也有稍微看高等 還有一些變化的空間 所以這禮拜 大家都要鎖定農業氣象 隨時更新最新的氣象預報 首先 我們整個天氣的重點提醒大家 就是說這個華南雲雨帶 配合強冷空氣 就是說這幾天 我們台灣水氣是比較多 更有冷空氣 所以轉成比較濕冷的這個天氣形態 預估在我們中部北部地溫的 這個激溫 激溫就是我們清晨的最激的溫度 有機會下灘到只有11度 以下我們高山有降雪的機會 所以提醒大家 我們如果是要前往這些山區 要去山區 我也要注意這些道路的安全 可能會在路面截邊的這個情況 所以就要特別注意 另外就是說海面的風浪 會變得比較強 要避免海上的作業 其實在我們冬天的時候 通常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這些東北風浪會比較強 所以海上注意都要特別注意安全 這個冷空氣南下的特別注意 就是說正在我已經插移的這個天氣 要保持3到5公分的水深來進行保溫 如果是下降有氣溫上升 我也有必要排輸 不然這禮拜來看的話 這個冷空氣主要影響的這個時間 差不多是在11月到差不多11月到13日 11月到13日的下半天開始 可能這個冷空氣有稍微減弱一點點 不過這個幅度不是很明顯 差不多要到15月的下半天 還會有一波比較強的冷空氣南下 所以我們住在外的朋友也要注意 隨時注意溫度和天氣的變化 另外我們種養殖漁業 中央產區比如說雲家南附近 要確實準備防寒還有加溫 這些設備並不算花起來 其實這波冷空氣全台灣的 我們全南灣全台灣都會受到冷空氣的影響 不過最主要蓋明顯就是我們中部以北 到東北部地區是金明顯的 這個明顯降溫的這個地方 南部也會受到影響 不過溫度比較起來 可能不一定是中部以北降的那麼低 但是其實我們全南灣都要特別注意 這波的冷空氣其實相對來說 是比較強 在此持續的這個時間是比較短暖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 在未來一個禮拜 比較厚落後是什麼時候 可以看到這是預測的圖 這個禮拜差不多兩波水氣 比較多的時間 第一波就是在拜 第一次到拜日的時候 就是我們怕日 這個水氣是稍微比較多淡波 另外就是說 在拜山的時候水氣也會變得比較多 但是拜山這波水氣的增加地區 主要是在北部和東北部 是受到影響的地方 如果在我們中南部有可能在拜山開始 這個水氣就變得比較少淡波 不過也是要注意這個 比較詳細的這個變化 也是還有一些變化的空間 所以大家也要稍微注意 就是這禮拜水氣增加的進行 如果是在北部和東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因為都是東北風和偏 這個北北東風的營風面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說這禮拜 幾乎一整個禮拜 營風面水氣都會比較多 要看到頭的時間 可能這個機會是比較多淡波 那是中南部的 可能在拜山開始 拜山開始有機會 有看到這個頭的機會 尤其是南部可能 可能禮拜三禮拜四開始 就慢慢的有一些機會 可以看到陽光 但是還是要注意整體的變化 以整體來說可能禮拜四之前 我們台灣附近的水氣都會比較多 但是禮拜三禮拜四的這一波 可能位置是比較偏北一點 中南部是有一些機會 那是在未來的四天 比較有漏洞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拜日的時候 全台灣都有漏洞的機會 而且要注意的是 有局部地區 尤其會比較多淡波 拜日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有淫風面 短暫陣雨 禮拜三 拜三的時候 水氣量稍微增加 但是位置比較偏北 所以中部以北跟東北部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是我們大家可以看 東風新地 還有我們新北市 還有我們東北部的宜蘭 還有華人的北部 可能稍微注意 可能是有局部 比較大的這個 雨勢比較明顯的這個地方 那拜期的時間 都會稍微緩和 但是一方面 北部東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也是一樣 會有這個落後的機會 所以提醒大家 這禮拜天氣比較不穩定 而且雲度已經開始在降了 最主要 那是在拜五的下半天到拜來的時候 可能會有寒流影響到台灣 現在它會持續時間的比較長 但沒有超過三天到四天左右 所以要特別注意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都要起床 我們明天再次再會 請期待 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